坐落至高点俯瞰美丽的西岸基东港景 坐拥摆平彩色跑道花园 如果不说没有进来参观 还以为来到基东市中山区 拍照打卡的私房景点呢 不过走进屋内 一群小朋友和长辈以及议员们 正在开心地跟着老师运动跳舞 就知道不是私房景点 而是耗资8000万元左右新建 衣山面海拥有得天独厚山海景色 由基东市政府委托伊甸基金会 经营管理的中山非营利幼儿园校舍 正式启用 我们看得到原部的青山 跟靠近的绿色的森林 对小朋友来说 这一个环境是非常适合孩子的 那我们伊甸基金会 承拦中山非营利幼儿园之后 我们希望带给社区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有优质跟平价的幼儿教育 每层楼大约150坪左右的超大 学习空间和全新设备以及电梯 都让来参观和大小朋友们互动的 议员里长以及社区理事长 参赞不已 更认为除了收脱幼儿之外 也非常适合成为长者和小朋友 共同学习老幼共学的好地方 我想说这地方真的是太美了 而且我觉得这面积非常的大 让孩子 让我们中山区的孩子们来这边 等于是他们的基础的 初学的一个教育的地方 我觉得是 真的让人家觉得蛮舒服的 我想只要我们中山区的小朋友 这是一个公拜名的 那个幼校 希望大家家长可以来参访 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安心的交到这里来 小庄在于市议会 也一直在争取 我们像我们未来的中和国小 未来就是一个老幼共学的一个学员区 包括我们的托婴托老 都可以在同一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老幼共学非常的夯 一般的爸爸妈妈跟阿公阿嬷 可能讲希望说他们过马路注意安全等等 可能比较不会听 但是阿孙跟阿公阿嬷讲 可能阿公阿嬷马上就听话了 这是一个老幼共学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可以让家长更放心的去上班 然后尤其是我们中山区域的幼儿园 应该是我们目前金融市最美的幼儿园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让我们 不管是小朋友可以得到一个良好的教学环境以外 甚至可以让长辈来个老幼共托 长辈也可以同时来到这边 那不管是小朋友也好 或者是长辈也好 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当好的教学环境 也可以让我们不管是金融市 或者是社区老幼共农 然后社区也发展得更好 小朋友非常的高兴 尤其是家长们看到 场地这么好 然后又今天又带着我们老幼共学的 这种心态来这边 所有的家长们看到场地 所有的设施设备都做得相当好 然后很感谢园长在今天邀请大家 一起跟小朋友来参与这个活动 不但一二楼学习活动空间宽敞 三楼规划成为小小朋友睡觉的卧铺 大到可能不太敢相信 规划可以招收150位小小朋友 目前只收到80位左右 跟我们预约来参观 我们会在4月22号开放 让家长来到园来参观 来了解我们这间森林的幼稚园这样子 我们的老师呢都是非常的有经验 而且都是幼保科系的 非常的有耐心 他们会陪着孩子一起从玩中学 想要让小朋友们入主这个山海秘境 无忧无虑学习成长吗 没有学区限制 就等您带着孩子来加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